那刚刚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把就是原来的程式 把它做一个算是改写 改成一个没有回传式的Function 那为什么会需要把它改写成像类似上Function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这一段程式 是会经常性的重复利用到的话 OK 不管是说你自己本身的专案 或者说其他专案要呼叫的话 那其实都有必要把它改写成一个Function 那当然不是说只有Python需要 其实其他语言像VBA,像Java等等的 也都会需要有这种改写Function的能力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基本上的话就是把这个Printer底下 所以基本上留下Printer 底下全部都搬到哪里?搬到这里 那以后如果要呼叫他 其实就很简单 直接给这个名称 然后传一个参数给他就可以 OK 另外的话呢 特别注意 这个的名称跟这个的名称 其实是可以不一样的 只是说因为我为了方便 所以把两边就是设定成一样的名称 一般是大部分两边是不一样 就是说这边一定是取这个名称 那丢过来这个名称的话 假设我不要叫Printer 我叫P好了 如果你这边叫P的话呢 特别注意你底下这个程式 也通通要改成P 也就是这个Printer 这边的话通通把它改成P 这样子的话呢 才OK 也就是这个跟这个也要改成P 否则会抓不到那个参数的值 OK 那也就是说 丢过来的话 这边他放的是一个 我们得到的变数值 然后传过来这个 传过来的东西 这叫参数值 两边其实是 看起来刚刚名称是一样 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这第一点 我把它改回好了 有些习惯 好,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要把它改成 这个是没有回传值 可是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成有回传值的话 有回传值就是要Return 那我需要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的话 有回传值 意思是说 你不要帮我直接就Printer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呢 我不要让他直接Printer 意思是说 你不要把那个最后结果自己就把它宣布了 有点像你的老板说 你做了简报 你不要你自己讲 那我来讲 你把你做好的简报给我 我上台去讲 有时候是这样子 OK 那没有回传值 好啦,你做完你就自己去报告就好了 你不用再经过我 OK 那有回传值就是 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最后把这个Printer改成什么 这个有回传值特别重要 第一个 请你把Printer 改成叫Return OK 所以第一个 要记得Return这个关键字 Return的话不用刮弧 OK 所以刚刚的Printer把它改成Return 第一步 OK 第二步的话特别注意 如果你是要Return的话呢 记得 理论上需要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变数在前面接 所以理论上就是说 我们将来就不是说直接呼叫它 因为它要Return 所以理论上的话呢 也许可能在这边 会需要有一个X 假设X等于 OK 就是把它Return给我的东西 不管是直数或不是直数 会先丢给X 那将来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说 在这个地方 再把这个X里面的文字把它Printer出来 OK 类似像这样 就是它先Return回来的东西 我接到了 然后呢 我再把它Printer出来 是否为直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就改完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有回传值 假设以后呢 那个题目里面规定就是说 请你写一个有回传值的function的话 那记得 关键的地方就是说 把它加上Return 不管是Return这个 还是Return这个 反正二选一嘛 Return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把 这个其中一个的 这个资料呢 先Return到X 然后再把这个X里面的值 帮我把它Printer出来 所以如果直行的话 理论上当然跟刚刚是 看到的结果一样 不是直数 有没有 Return不是直数 给X 然后X再把它Printer出来 那四直数的话呢 一样是7 四直数 其实有点啰嗦 那我们可不可以另外一种写法 就我不要丢给X 我干脆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直接怎么样 Return的东西 直接就放在这里就好了 那这个就不用了 这样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说呢 这感觉就是好像没有一个Return的动作 所以我为什么要对X 就让各位了解说 我可以先Return到一个变数里面 再把它Printer出来 当然你想说 我如果不要有这个动作 我直接把Return东西放在Printer里面 可不可以啊 OK 这样感觉会比较直接一点 因为毕竟少一行程 只是说有的时候 这样的叙述 对有些同学来说 还是不太习惯 不管啦 反正就是说 你将来 尽可能的找到一种跟程式 如果可以比较怎么样 尽可能可以跟他好好的和平共处 或者是说融洽的相处都可以啦 反正就想出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是你又记得起来 然后你写起来也不会觉得很别扭的话 那就是好方法 OK 所以当然没有绝对的 这个执行当然也是OK 比如说执行52 一样不是 所以结果也都是一样的 OK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那个值数部分 由那个 就是没有回传值 改成有回传值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待会的话 我们就要接着来看一下那个证照考试的题目了 OK 那这个题目的话 当然我们好像课 这个课程里面有一本那个参考用书 你们好像应该 因为以前是直接到教室直接发 但现在应该是各位自己去拿 或者邮寄给大家 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 那个题目 跟我们线上的这个 基本上是一样的啦 题目部分是一样 那所以待会的话 你可以参考书上的 或者是说我们云端上面 那我是把它放在云端 云端上面的 特别注意 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资料夹 叫做Python3的证照考试 那里面的话呢 就有分类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的话 因为我们原则上 我们表定的这个上课范围是1到5类啦 OK 所以呢 请各位就先打开那个第一类部分 那稍微把那个第一类102题 稍微看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来看一下 102题里面要求的 比如说他这个地方有一些叙述啦 他意思是说 输入4个有小数点 1到4位 OK 可能有一位可能有1到4位的浮点数 浮点数有小数点 然后他要设定什么 他要宽要7个字 然后蓝与蓝之间呢 要什么呢 空白一个字圆 所以就是说呢 输出的话 这边就会多一个字圆 一个字 OK 然后 然后 要什么呢 一个是先靠右对齐 然后再靠左对齐 然后左右接以直线 直线这个符号 叫什么 Vertical bar 作为边界 然后 输出的话呢 辅点要到小数点第二位 OK 那这个该怎么做 他这个上面有一个叙述 就是输入4个 有辅点数的数字 那输出结果就类似像这样 其实实际上就是 这个是靠右对齐 这个是靠左对齐 然后左右呢 各有一个直线的这个字圆 中间的话 会多一个空白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也就是四个input 然后这边的话呢 总共四行的input 那跟各位提示一下 其实这一题 基本上呢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 我们之前有讲过 有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应该是第二个单元 里面的话 我有讲到有一个叫format的一个函数 OK 那format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他刚刚讲的 包含什么呢 包含像那个靠左对齐 他刚有提到几个问题 这一题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在那个format 应该是在第几页呢 我记得好像在那个format 我们前面我有放一个格式化的一个表格 那个表格里面呢 实际上就有提到有关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去格式化资料 我印象中好像放在BMI后面吧 BMI的这个下方 应该在这里 第13页的地方 那刚刚题目里面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要篮宽为7的话 篮宽为7 各位可以看到篮宽 这边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篮宽度 宽度部分的话 如果要10个字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MMI后面加上你要几个字 如果10的话你会发现喔 它就是10个字 那什么意思喔 意思就是说本来只有2个字嘛 它前面会帮你再控8个字 也就是前面还有8个空白 加上2个字 就是它的宽度 这第一个喔 所以喔如果7个字那意思就是说7 那低的话是指的是整数 如果是小数点就F啦 那如果说我今天是要什么呢 靠左对齐靠右对齐 这边其实也有叙述 如果要靠左对齐 就是一个小于符号 在几个字的前面加一个 如果字中对齐就这个符号 那如果是靠右对齐的话 基本上就是不要符号 因为预示好像靠右对齐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试试看嘛 稍微了解一下 底下我有相关说明 画面还给大家一下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有回传值 Return的部分先完成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那个证照考试 记得我是放在云端上面有一个资料夹 专门是放试题的部分 那就是先了解一下那个102题 102题的部分 102题 那个会需要了解有关format format format我是放在第二单元里面的第13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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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